如果我们不念佛,不念经,就会打妄想,妄想就是造六道轮回之音,贪心起来了,就做恶鬼。人死了以后,落入六道,不见得都到鬼道去,为什么常常讲人死做鬼?这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 你们想想看,在贪称吃的念头里,就是贪心最重。若贪心重,贪心引导你沦落到恶鬼道,称会心重,就到地狱道。 毕竟是贪心重的人比较多,沦入恶鬼道的人自然就多了。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一项专念,现在的世间是乱世,欲出离乱世,最宝贵的是光阴。 要把这宝贵的光阴做正经事,正经事就是念佛,就是做佛。不要把宝贵的光阴浪费掉,这才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。南谋阿弥陀佛。